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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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讓我們歡迎下一位講者 文凱 嗨 大家好 我是文凱 大家有聽到那個主題曲嗎 就是多愛夢主題曲 這個多愛夢主題曲呢 絕對不是因為我今天穿藍色的 還有我體型也會像多愛夢所導致的 對 是其他原因 那就是 今天的故事 我想要從我的童年開始講起 小時候呢 我非常喜歡做一件事情 就是跑跑跑 跑到我們家旁邊玩具店 然後趴在他的窗子上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子 我就可以看清楚裡面 到底有賣什麼樣的玩具 而在這麼多各式各樣玩具裡面呢 總是有三樣玩具 特別吸引我的目光 而且那三樣玩具很特別 通常都被人家叫做科學玩具 第一個 這東西叫做雷聲筒 大家不要看它 就是好像小小一個筒子 沒什麼的 我小時候總是幻想 如果我有雷聲筒的話 我就可以偷偷摸摸 偷偷摸摸地 躲在那些膽小的同學背後 然後忍不妨地來給它 嚇一下 來嚇它一下這樣子 我相信這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 第二個 是一台小型的棉花糖機 我想 這就不用多說了 就是因為我太喜歡吃棉花糖了 所以如果有一台小型的棉花糖機的話 我就可以在家裡做出來 一直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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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第三個呢 則是一本書 這本書蠻特別的 它上面的圖片都會動 當我們翻開它的頁面 它會隨著我們的手 然後上面的圖片就隨之活了過來 因為我真的太喜歡這三樣玩具了 所以我每天都會跑到玩具店外面 然後就純粹貼在它的玻璃上面 然後就是為了看清楚這三樣玩具 但是有一天 世界變了 這一天 正當我跟平常一樣 正當我跟平常一樣 就是跑去玩具店 要貼在玻璃上之前 老闆突然走出來 他對我說 小朋友 啊 如果你真的都喜歡這些玩具的話 你就回家叫爸媽拿錢給你買 你不要一天到底貼在我玻璃上好不好 你看看 這玻璃都髒了 你髒之後影響到我的身影 趕快給我滾回家去 他常聽到這的話 對童年我其實打擊非常大 因為那時候我拿拿我有口袋 天啊 半毛錢都沒有 現在好像也差不多 那時候我真的非常難過 所以我只好就是默默地走回家 然後開始想 難道沒有錢 我就真的沒有資格去享有 去享受這樣的樂趣嗎 難道科學玩具就是如此昂貴 也遙不可及 我們這種一般家店的小孩子 是沒有資格去擁有的嗎 當時因為我真的沒有錢去買這些東西 所以我唯一能夠想到的方法就是 我跑去撿垃圾 為什麼我會跑去選擇撿垃圾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 因為撿回來瓶瓶罐罐 我可以拿去換錢 換了錢之後 我或許就有錢去買這些科學玩具了 而在撿垃圾的過程中 我還發現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常常可以撿到一些別人丟掉的玩具 雖然說這些玩具它可能是破損的 或者說它可能是有些髒污的 可是只要我拿回家 我開始清理它 我開始修理它 它要成為我自己一個新的玩具 而且在我修理一個一個玩具之後 我發現我開始用我的能力 我可以運用我身邊的東西 打造出屬於我自己的玩具 而在我成長過程中 我開始把我這些想像中的東西 漸漸地做得出來 如雷聲筒 因為我真的看它看了太多年了 後來發現它其實就是一個筒子 加上一根彈簧 所以我就找了我身邊所有能夠找到的筒子 然後再配上一根彈簧 最後大家猜我找到什麼樣的材質 後來我發現其實洋芋片筒是最好的 像我手上這隻就是 就是洋芋片筒做成的 再來 棉花糖機 其實因為真的太喜歡吃棉花糖 所以沒看到棉花糖機 我都會跑去看一看 看久以後就會發現 其實棉花糖機 它是一個有縫屑的鍋子 裡面裝著糖 然後我加熱鍋子以後 裡面的糖會變成糖液 然後我開始旋轉這鍋子 旋轉這鍋子之後 它就會把糖液甩出 然後形成棉花糖 所以我利用了 我利用了小型的電風扇 接上綠茶網 來模擬這樣的功能 第三本則是這一本書 書大家都知道所有原料其實就是紙 所以我在想 我只要能夠做出圖形來 我就可以印得出來 所以當我大學之後 我漸漸會美工設計之後 我就做出這樣的圖形 並且將這樣的圖形 印在了A4紙上 跟投影片上 所以現在只要活動投影片 底下的碼就會活得過來 這樣我非常開心 因為我不用錢 我就完成我自己的夢想 而到了大學跟高中之後 欸 你是高中跟大學之後 不好意思 因為科系與社團的關係 我漸漸有越來越多的機會 到博物館 就是帶小朋友去參觀 而在博物館的時候 我常常聽到小朋友會這樣對我說 欸 老師老師 你看這展品耶 這真的太好玩了 可是他好大喔 我跟他帶不回家 或者說聽到有些孩子跟我講說 老師老師 這東西好貴 我買不起 抱好想拿回家 跟弟弟妹妹玩 我從孩子們閃亮眼神中 我看到我當年自己 當年自己 當年自己 我趴在那個窗上 那個眼神 我看到他們眼神中 那個渴望 那一份感動 我希望我可以延續他們的喜悅 而這喜悅不只是在紀念品店 或者說博物館中 我希望這份喜悅 是可以讓他們帶回家 或放在口袋中 甚至放在枕邊 他做夢都會笑的那種感受 所以我開始想 我該怎麼做 欸 我突然靈機一動 欸 我過去那些撿垃圾 還有修理玩具的經驗 好像可以派上用場 所以我開始利用手邊的材料 開始打造出一份一份的科學玩具 並且分享給孩子們 當時我 不好意思 當時我第一個遇到的問題 其實就是這顆電漿球 每次到博物館去 就看到小朋友很瘋癲似的 就開始摸著顆電漿球 說好像可以占卜世界到底之類的 然後他們對我講說 老師老師你看這顆球 它可以發光欸 而且我手指放在上面的時候 閃電會一直跟著我手指動 可是它好大喔 價也放不下 而且它好貴喔 我應該也買不起 這樣子我就沒辦法回去跟弟弟玩 回去帶回去給弟弟玩了 我從孩子的話中 我聽到了昂貴跟體積過大 是它沒有辦法解決的因素 所以我從這兩點下手 我用家庭尋常可見的 不好意思 我用家庭尋常可見的燈泡 做了一顆小型的電漿球 讓孩子在家裡 也可以延續這份感動 而除了分享這些科學玩具 我也可以試著帶著孩子 製作屬於自己的科學玩具 但是我非常喜歡這張照片 是我帶孩子手做的照片 我想問問大家 大家從照片中看到什麼 我從這綠藝孩子的眼中 我看到一份喜悅與希望 一份可以完成夢想的喜悅與希望 因為每當我跟孩子說 欸我們今天就來做做你們想像中的玩具好不好 他們非常開心的 然後他開始抱著我說 欸老師老師趕快教我怎麼做 真的可以嗎 我好想做出來喔 接著他們開始沈溺於這些製作過程中 然後漸漸的漸漸的了解這些材料的特性 更重要的是 就是他們自己靠著自己雙手 去探索這個世界 並且做出想像中的成品 而在我們製作過程中 其實會冒出一些非常爆笑的對話 有些很棒的小朋友這樣對我講說 老師你這樣好聰明喔 你居然可以做出這麼漂亮的東西來 但有些死小鬼就這樣跟我講說 哼老師啊你這樣子做得這麼爛 你看我身邊做作弊還好看 所以這張我覺得 這並不僅僅是一個人 他自己孤獨奮鬥的故事 而是一群人一起努力一起奮鬥 互相鼓勵而完成夢想的過程 好 多愛夢來了 在這邊我想提的是 隨著網路越來越發達 其實越來越多經濟弱勢的孩子 他會漸漸的了解經濟優勢的孩子 他所擁有的資源 他們會開始去比較 也會想要去擁有一些新奇好玩的東西 而手做科學 讓這些需求變得可能 讓夢想得以實踐 就好像多愛夢一樣 他總是可以從他的口袋裡面 拿出法寶來 替別人或替自己完成夢想 科學是我認識世界的方式 就如我今天拿著筆心 回文針 還有一顆電池 我將三者串連在一起 不好意思 他近來可以發出溫暖且閃亮光芒 我期許這群孩子未必之後要成為科學家 但我希望可以藉由推廣手做科學的方式 讓這群孩子可以去享受探索世界的樂趣 並且讓家長與老師從中與孩子建立連結 讓我們一起把這份夢想傳染下去 把這份溫暖且閃亮眼神帶給下一代 謝謝大家替我今天的分享 文凱 嗨 因為 剛才老師說還真不想想不到要問你什麼事情 呆了滿久 沒有 但是你現在做這些東西 我覺得很大的目的跟意義就是在於說 他們的背景環境 家庭環境可能是弱勢 可能是貧窮 可能沒有辦法玩到這些東西 這反而對手做科學來說變成一個優勢 對現在強調的這種DIY 甚至是Maker的這個風潮 它反而是一個優勢 因為他們會更有機會 更有那個意圖去自己把東西做出來 對 那我想好奇的就是說 那因為其實我知道其實你滿 好幾年前就開始做這個事情 那你有培養出一些夥伴跟你一起做這些事情嗎 還是說還是都只是你一個人 培養出夥伴其實比較少 因為其實在大學的時候我本身是念教育的 我也嘗試著想要把這份想法傳染出去 可是這相對來講是比較困難的 畢竟你要一個人他常常去思考這麼多的事情 他可能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這樣講說同學都不太思考是嗎 沒有不是這個意思 可能是同學他有非常多的時間 要去拿去做其他的事情 而我就是比較隨便這樣子 好所以說現在還沒有辦法 就是說可能有一個社團 然後就是說手作科學社 然後大家一起去這個可能偏鄉 然後一起去教學一起去做這樣的事情 還沒有辦法到這個規模 比較多其實跟一些就是在做這種科學手作的前輩 那這些前輩他本身就一定有一定的經濟基礎 那因為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以後 他比較不用擔心他自己的生活 所以他有比較多的時間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他有比較多的時間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你反而跟一些前輩獲在一起做這樣 對 像這位 好 下次希望能跟你一起然後來學一下這些東西 再次掌聲鼓勵給文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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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